老货哥来喽 这个湖造型非常的优美 我们看它的画工画的是非常的细致 包括它的甜彩 给大家近距离欣赏一下 首先正面的我们看一下 正面的正对着我们是一个宝像花 我们又管它叫做宝像莲 看甜彩非常的细致 然后我们会有那么几个字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这几个字大家看到了吗 写的也是非常规整 这是一个万字繁体的 万寿无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装饰 上面是一个变形龙的纹饰 下面是一个连半纹的纹饰 这个纹饰都是寓意非常的吉祥 我们看盖配有一个圆培盖 我们这个盖子为什么保存这么完好 因为我们这个主人看了 用一根绳子把它系住了 所以说我们这盖子才保存的这么完整 然后我们看一下胎底 胎底是十分的干老 而且会有一些略微有一些使用痕迹 底下底款的是中国景泽镇 梅德英差呢 这个就是一个70年代末 非常典型的一个 我们这个567的这么一把壶 这个壶的个体 比我们制裁会上的那一支 略大一点点 给大家量一下尺寸 非常的敦厚 这把纹我们就喝茶 是非常不错的 一把壶 量一下它尺寸 它的长度是18.5 整个的长度 然后高度是9.5 然后它的镀镜 镀镜达到了12厘米 之前我们这个镀镜小一些 那个是9厘米的 这把纹我们就拿回去喝茶就可以了 里面非常的干净 大家回去稍微的烫一烫 或者拿84 稍微一消毒就可以了 是一个非常倒带 非常开门的一把567的壶 我们看这里面的胎质 都非常的干老 这个是一个开门的 并不是现在的仿品 所以说这把红还是非常难得的 万事无疆 画的填彩非常的规矩规整 整个的画片样式 都是仿观摇的这种画的样式 价格喜欢的话就208块钱 价格还是非常超值的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 全美品没有任何的磕碰 重现 飞片也没有 填彩非常的规矩 是一把 值得我们收藏 也值得我们使用的一把好物 我们来介绍今天的第二件 第二件是一个青岛期的 青花繁红苗金盘子 这个盘子之前老后哥也给大家会上过 但是我们今天这块盘子 就基本上接近了全美品 属于全品范畴的 它主要的题材是属于庭院的 冻石 玉竹牡丹这种题材 这是一个庭院 然后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太湖石 我们看一下 清早期的太湖石 大家看都是这种骷髅眼的 然后旁边的话有一个玉竹 玉竹是由我们这个繁红彩 金彩 还有我们这个青花 所描绘而成 这会有一只大大的牡丹花 这个主要是使用了繁红彩 跟我们这个金彩 非常的富丽堂皇 非常漂亮 编世还是属于我们这种 牡丹的这种题材 这个纹饰是非常漂亮 我们看一下 它是用一个花口 形成的一个开窗 然后我们看一下的胎底 到不到这个时代 我们跟大家讲过 清早期的胎 一个是比较糯的那种 像糯米的一样胎 还有一种是这种牙黄色 这种比较泛黄的这种胎 胎是非常开门的 康熙世纪的胎 就是我们属于 我们康熙世纪的遮掩盘 包括我们的青花的发色 非常的沉沉 东西是开门大脑的这么一件 气骨 我们给它量一下尺寸 尺寸是23厘米中规中矩 就是我们标准的一个尺寸 我们清早期的遮掩盘的尺寸 基本上就是这个尺寸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的品项 我们看正面 任何的小废屏小一咬都没有 然后我们的背面 背面的基本上 也是保存状态的非常完好 这块盘子品项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的边市 边市是浆油口边 浆油口边 基本上保存状态的 也是非常完好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唯一的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大的是 有一个小一咬 唯一的一个小一咬 有一点点的这种小柯佑 一丁点微瑕疵 基本上就忽略不计 就是非常接近全美品的 这么一个状态 像这种盘子的品项 它的价格一般是在2500左右 2000到2500 在国外的价格 就是在国内的价格 也不会低于2000块钱 但是今天的老货哥 给大家一个超低级价格 就是1580块 这个价格你到哪也买不到 一个康熙时期 这个品项这么完好的 画的又比较细路的 这么一个青花繁红苗巾的 这么一个盘子 这个价格可以堪称 是一个简陋的一个价格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件 今天的第三件 老货哥之前给大家介绍 这是一个青龙漆 嘉庆时期的一个青花的喜子罐 是一个比较细路的 我们看一下 它主要题材是一个产枝牡丹 这个东西细路不细路 首先我们先看它的发色 这个发色非常的蓝艳 实物这个发色 要比老货哥拍出来更漂亮 这个是钩子莲 钩子莲画的非常的对称 而且画的非常饱满 我们看这个钩子莲 两边画的非常的对称 包括我们下面的纹饰 都是非常对称 非常的保暖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喜字 喜字它深的深浅的浅 非常有层次感 咱们就所说的这种 珍品青花的这种韵味 就在里头了 我们这件东西的气候 是非常开门的 我们包括它这个胎底 我们看这个胎了 这个胎非常的漂亮 就是非常接近 我们清早期的时代 这个胎 就是跟我们乾隆时期的胎 非常的接近 就是有一点糯糯的 再一点泛白的这种黄 我们指的是这种牙黄色 包括它的胎族 又比较厚实一些 比较高一些 这个时期还是比较早的 这到嘉庆时期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我们口言还比较特殊 口上是挂右的这种 是比较少见的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像这种东西 确实是比较难得 再一个造型比较优美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喜字罐 整个的造型 非常地敦厚 价格也是远远低于市场价的 那么基本上没什么毛病 就除了我们里面会有一些 我们使用的这种小机板 都是不透的 因为罐子都是有这种问题的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了 可以忽略不计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给给大家一个超低奖 那么我们来介绍 今天的最后一件 最后一件藏品 是大有来头的这么一件藏品 首先它画的就非常的细致 我们看这种山水人物的这种画作 它布局非常的美 就是让人看上去以后 心旷神怡 而且它也是使用了 我们民国时期 这种青绿山水的这种画法 这种画法是属于 一个浅降彩的画法 这个也是我们民国时期 一个浅降彩的 一个大师所绘制的 这个大师是谁呢 这个大师就是江福昌 这个江福昌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一会老后哥也可以给大家插图 这个江福昌 是一个我们民国时期 大名鼎鼎的画 我们浅降彩的 这个一个大名家 包括我们的第一款 也写着景镇江福昌出品 这个可以看出来了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 是一个我们江福昌 这个大名家所绘制的 这么一件作品 我们给大家查一下 就是这个是青莞民国 百味大名家录里面 这个江福昌 一般我们按照 这个姓氏笔画的能力的查到 我们看一下 这个都是记录的 我们这个百味名家录里面的 一般像这种小名家 是上不到我们这个 百味名家录里面的 江福昌这个人 他就是活跃于 在我们民国时期 找一下六华的 六华姓江的 在这 一般搜索这个人物的话 他这个字 就会变成蓝色 江福昌 民国时期 标注的是民国时期 提诗也写着江福昌座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山水 从上到下 上面的所描绘的这种方法 包括我们山石所用的这种 描绘的方法 都是皮麻村的手法 我们看一下 然后他会点缀着一些树木 在树木当中 也会有远山的这种意境 这种远山的用蓝色的菜来代表 然后这又是长得非常茂密的树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也是属于皮麻村的手法 这个点睛之笔在哪呢 点睛之笔其实还是在我们水面上 水面上会有一个渔船 渔船上会有钓鱼温 然后在我们亭子里 同样会有一个人物 所以说我们这种作品 一般就是属于山水人物的作品 如果要是没有这两个人物的话 我们感觉会有一点点的小枯燥 特别是有我们这个人物 在我们这种风景画当中 显得那是格外的优美 这幅画作无论是从他这个山水 包括这个人物的布景 以及我们这种诗作的 这种布局 就是整个的画片 就是给人一种非常美感 心旷神怡 到了一个世外桃源的这种感觉 特别是我们这个 诗书画印还是比较齐全的 我们看诗书画印 包括底下印章 都是代表了我们那一个时期的特点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民国时期的特点 东西倒不倒带 我们先看口部的右光 我们看口部的右光 非常的滋润 包括里面也会有这种拉屁痕迹 里面的右光也是非常的滋润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底胎 包括这个防空彩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底胎是非常开门的 是非常典型的民国时期的玉壁底 包括我们这个胎脂胎脂是十分的干老 也是民国时期典型的民国时期的胎脂 再看一下右光 包括我们的金彩 金彩的口部的金彩略有一点点小脱落 因为金彩是最难保存的 这个也是非常开门的这种特征 然后再配上我们这种粉浅降彩 是非常美的 这东西是开门大佬的这么一件作品 我们这个帽桶整个的高度是28.5厘米 我们正常尺寸是28厘米 这个多了5厘米 然后我们这个口径达到了12厘米 就是东西是非常开门的 而且我们这个个体也不小 没有什么磕碰冲线 就是没有什么大毛病 唯一的毛病就是在我们背后 这块老外给打了一个非常小的小眼 很小很小 这个处理了以后基本上也看不出来了 你看比老霍哥的小指的盖还要小一些 非常的小 所以说这个会对它的价值会有一些影响 一般像我们民国时期 这个浅降彩大佳 这是它一个本人的作品江浮畅 这种东西应该是大几千的东西 上万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是一个大名家 特别是我们这种浅降彩的这种山水 画的让它画的非常的美 淋漓尽致 然后这个因为有一点点小毛病 有这一点点的小毛病 所以说价格会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价格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像这种东西 你不可能在鱼头铁耳之一模一样的 这种大佳的东西 肯定都是属于孤品的东西 而且这种东西特别是十分担得 升职潜力也巨大 白在家里也是一个非常美的 这么一幅画作 就是这种东西 纸质的 大家想想纸质的要是名家的 所惠的 没有万把块钱也是买不到的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像这种大名家的东西 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收藏的一件好东西 那么今天的视频 老贺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喜欢老贺哥的视频 别忘了在视频的左下方 帮我和个长安三国中点一个超级的推荐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我们去点一下关注 是属于异养货的 老贺哥也给大家终身报老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对老贺哥一直以来的支持 谢谢大家 祝大家生活性节快乐 好老贺 就找老贺哥 13931817666